其实我自己觉得本来在舞台上面我作为一个歌手 本来我就是要帅着去好听或者美着去好听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活动我非常开心 就是我不只是来这边看秀啊或者是走一个红毯 是我非常期待今天为大家表演 因为其实你会看到每一个时装周啊 每一个这样的一个fashion show 肯定都是那个精心挑选过的音乐在后面 去衬托整个气氛整个主题的嘛 所以其实我觉得音乐跟时尚其实是分不开的 就我起码在我人生里面不是是不是我自己见识少 我就没看过没有音乐的时装秀 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我觉得其实还是非常开心 就是我自己能够今天带来一些表演这样子 其实我以前有跟一些设计师去聊天的时候聊过 有一些设计师他们自己的那个秀 连音乐都是他们自己做的 不是只是自己选是自己做的 我就觉得就是很厉害 因为其实对于他们来说 可能一个fashion show 不只是现在我想要呈现我的设计的衣服 他们更多可能去呈现的是比衣服更大的 就是一个气氛一种讯息 所以我自己认为在音乐上面怎么样去凝造这个气氛 包括其实不只是音乐就是你选的地方 那个location怎么样去凝造那个气氛也是很重要 那我觉得我其实每一次去时装秀我很期待的就是他今天要传达的是什么样的气氛 什么样的情绪 我觉得这个是每一次我都很希望可以被惊喜到的 我除了期待我自己表演之外 我还是挺期待就是看秀 就是因为对我来说我第一次参加台北时装周 那这个对我来说首先是一个新鲜的事情 然后第二就是今天也有一些好朋友在现场 比方说Nick 周汤豪也在嘛 那我自从去年跟他在同一个战队里面比完赛之后呢 我就好久都没有真人见过他了 我们一直都在微信上面沟通 我刚刚才说完你耶 我刚刚在访问里面才说完你 你说我什么啊 我就说我好久没见你 我都一直在跟你rechat 你都不告诉我你今天来这边 我都是下午rehearsal 他都是有工作需要的时候半夜会吵我 他半夜朝我工作的 因为你有有有有有有有品味嘛 因为我我拍MV我就问他 甚至说我有品味把它拍下来冲覆那一段 周汤豪豪 我有品味 我自己认为就是 什么样的那个品质 会让你就是stand out 就是你诚实的去说你想说的 因为我自己是认为就是作为一个artist 就不只是音乐的artist 就是你是一个设计师这样的一个artist 你肯定是有一些观点是其他人没有的 你才要去透过你的设计去表达出来嘛 所以你百分之百的忠于自己 百分之百的诚实去表达你自己的时候 你这个东西就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我觉得不要去为了哦 现在可能这个大众的催事是这样 大家喜欢的口味是这样 然后你去稍微改变自己去表达的那个讯息 我觉得只要你可以保持 不要被洪流去冲走你自己的真实感的时候 那那我觉得你耐心的等待 你是会由出头天的 对不起 谢谢